我叫张佑段杰 总说为什么我遇到这么多奇葩 因为奇葩多呀 这不 赛杰先知说我遇到杰克苗岛 巨坑 庸命也说老混了 不让庸舟说 那我换呗 那能有啥招 这局约瑟夫 盲女飞后就剩一台鸡了 此时 庸命的镜像被砍了 你们可以看到 被牵起来很久了 我虽然没有视角 看不到 但是佣兵实体 竟然让人家打了个气球刀 这个就很牛逼了 约瑟夫马上欺了个传送 我仨手就跑 先知是镜像的 直接让约瑟夫抓到了 他鸟全局都没用了 就这样 一个平局打没了 赛后看了件数据 佣兵51秒 先知一秒带鸟飞 屠夫我溜了 鸡我修了 巨坑 秒岛 666啊 这不 无独幼 我开局因为切出去了 结果不小心没学上角色 不过我开局在墓地 旁边就是箱子 翻了箱子我就开修 几乎没浪费什么时间 限制倒了以后 我被通缉 我发了 我不救人 魔术取救了 你们可以看到 他吃了火后 爱哭鬼 还在空岛 说明他还在打算取救 而不是站那被打 但是 他还是没救起来 没救起来 还双倒 所以 只能祭司去救人 祭司救了来后 我修亮了第二台阶 爱哭鬼 就来抓我了 我也不知道 谁把把门都下了 但是 也只能应留了 我被架在那 不好转点 爱哭鬼 还是抓到我了 我倒了以后 爱哭鬼 去抓祭司 某种时 跑出来跳舞来送了 我自己过后 也没有二六多久 爱哭鬼二级了 又减速 最后 这局 还是输了 就这 还赛后 说我因为幸运 恶心他了 你救人 救双岛 自己送的 烈士局 你怪我 我是没修机 到处翻箱子了 还是我上来 去渺岛了 为啥这些甩锅的人 都这么溜 是比别人强多少了吗